來 我們上車 電話大約告知身旁警戶 警方聽完黃藍妻子去訴 判斷可能位置 立即聯繫臨近派出所圓警 一同搜尋 於當晚8點左右 在雙齊部落觀音溪橋旁巡迫 該地點與長壽山登山口 差距一個山頭 從黃藍手錶進入得知 他近獨自摸索路線20多公里 和平警分局提醒 進入山區旅遊民眾 登山活動有一定風險 務必事先準備足夠糧食 飲水及頭燈 並可利用手機下載登山離線地圖 以避免於避兔史措施方向